女同学们不可能老聚对吧 比如说她还玩软件 这也是异性接触呀 你是指社交软件吗 对 社交软件 而且第一次我发现她玩软件的时候 她就直接当着我的面 然后删掉了 我看都没看清 然后我逼问她 就是女人的第六感直觉 就特别地准嘛 她就一直不说 我就一直逼问她 后来她才承认了 但是我就说我们分手吧 她又来求我和好 让我们和好了 我的那个聊天软件 是手机推送给我的 推送的 手机会给你推送聊天软件 你不去搜她 她会推送吗 我就好奇 我就下载了一下 然后被她发现了 你说第一次她是好奇推送 然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都被我发现了 还是不同的聊天软件 她的理由都是 我就好奇她给我推送的 我就下了 然后就删了 我什么都没干 我跟你解释过了 我什么都没干 你干不干 我怎么知道呢 你每次都把它删掉了呀 我又看不见 我怎么知道你干没干 我就看了一下而已 你把手机给她看不就完了吗 我给她看了 她就删掉了我还看什么呀 她说你看吧 我已经删掉了你看吧 然后你聊没聊 我说实话 没聊没聊 就看了一下 吓过 聊没聊 聊 你说实话 聊没聊 可能聊过一两个吧 你这交代这个事不就完了 聊过一两个是吧 我对她也很不满 她经常说我聊天软件 然后说我和异性朋友接触 然后她自己有一个男闺蜜 男闺蜜不可以有啊 有朋友不可以有啊 你可以有你耍得好的异性朋友 然后我就不可以有嘛 我就连一个异性朋友聊天 这个她跟男闺蜜到什么程度 就随时我发现 我们两个之间有争执的时候 她就一直给她男闺蜜说 她男闺蜜就挑拨离间了 我感觉 就聊天记录 有事情可以跟朋友讲吧 我难过的时候 我觉得跟朋友诉说很正常呀 只不过恰好她是个男的而已 对对对 然后今天我还带了一些聊天记录 你还 你还 带我的聊天记录 我看了一下就算了 我身上不怕银子鞋 我又没有做什么 来 看看 看看 好 我真的烦死了 一睁开眼就说的是你是吧 对 啥都不干 她说的是我 那你觉得她该干啥 主要是爱演 不然你让她学习 反正不洗衣服不帅 我做饭 媳妇她 我觉得就很正常的聊天呀 你看她 如果你早点 你现在肯定过的话 我就不耗了 看看 没有问题呀 没有问题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呀 我只是倾诉一下呀 不应该是你们俩交流的吗 我让她做 但是她不回应我 我就是情绪无处发现 我也不想骂她 那你也不能找另外一个人说呀 对不对 对 她男闺蜜经常和她聊天 然后她就不允许我和一心聊天 对 她和一心聊天 不是 你这点怎么不对呢 我以为她是说 她应该跟我聊呀 怎么跟男闺蜜聊 结果她的点是说 你看 你跟男的聊 为什么不让我跟女的聊 你是点不对呀 兄弟 对呀 那是我朋友啊 你聊的是什么 我跟你讲主持人 还有一次就是 她经常不是工作了吗 然后我就给她发很多消息嘛 她不回我 我还挺理解的 她回我就是我工作再忙 然后有一次我就 放她的手机嘛 我就看到她一个女生的聊天记录 超级多 还有语音通话时间 五十多分钟 你有截屏吗 我没有截屏 但是我记在脑子里 而且时间一对就是 她跟我说她在忙的时候 就在和那个女生打电话 然后我问她 她说 这是个好朋友 我发现了就是好朋友了 你知道吗 本来她就是好朋友啊 我给你解释过了 那个女生说什么 她说你分手了 记得告诉我呀 这是好朋友嘛 好朋友会这样说吗 她跟你分手了 给你庆祝是吗 不是 你那个闺蜜也说了 早点分手啊 早分手没有那么多痛苦 但是女生的语气不一样 她邀请去她家吃饭 就说我做饭给你吃 你分手了记得告诉我 只要是女孩子 就很明显听得出来 这句话里面是什么 你分手了 我做你的下一任呀 反正我觉得她 这些跟异性的交往 就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就觉得你不尊重我 你不是想跟我 好好的在一起 两年半了 在聊天记录里 也呈现出了什么 家里的房子什么的 你们俩谈恋爱 双方父母都知道吗 我是跟她一谈的时候 谈了可能有三四个月 我就觉得 我是想跟她 好好在一起嘛 我就告诉了我的父母 然后我们到快一年的时候 我父母就有邀请她 说你带她 我们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 然后她都拒绝了 我没去吗 我最后还是去了 当时拒绝是因为什么原因 主持人我跟你说 我早上是九点上班 晚上是八点下班 她都给她父母说的 六点钟吃饭 然后我怎么去嘛 我不相信就是 一点吃饭的时间 都挤不出来呀 不不不 人家要是八点钟 才下班的话 确实挤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 是她的态度问题 就算我父母这边 她见不了对吧 然后但是她父母那边呢 就是我们一年半的时候 她都没有告诉她父母 我们谈恋爱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个消息 一个电话就可以说明的事情 然后而且她过年回去的时候 她亲戚要给她介绍女朋友 她都没有说她有女朋友 我为什么不给我家里的父母说 是因为我觉得 最起码要一年半以上 然后两年左右 然后才告诉家里 我就问她嘛 我说你为什么不说 然后说我觉得不够稳定 我不想说嘛 我就是不想说 不是 她觉得不稳定 不可以吗 但是后来她的借口就是 我就是不想说 她就这样 那不叫借口 就是不说 对啊 就是所以她就不认可我呀 她不想跟我在一起呀 我就觉得 你们俩要都这样了 其实你们俩分开不好嘛 谈过分手吗 分过很多很多次 分过多久 两三个月吧 因为什么而分 就是她莫名其妙地说 提分手 然后说我们不合适 我觉得这种借口 真的烂大街你知道吗 我们不合适 所以我们分手 然后分了嘛 对不住 我打断一下 我不觉得 我们不合适是个借口 我们不合适不就是一个态度吗 我们不合适 她没有借口 但是后续来说就是 她的借口呀 我后面就有找她嘛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她 然后我就给她发消息 发短信 她把我微信拉黑了 QQ拉黑了 我真的觉得 我没做错什么呀 然后托她朋友 就是给她发消息嘛 然后而且 我还去她家下面等她 她就是一点回应都没有 惹悲哼 感谢观看